水藍色的電動機車行走在新竹市的左岸看起來相當的可愛 不過可千萬別小看它 它是新竹市警察局最新成立的水岸巡邏隊 要取締違法騎乘機車進入自行車道的民眾 近期新竹左岸為本市最夯的休閒景點 每逢立假日的時候吸引大批運動休閒人潮 但是仍有少數民眾貪圖方便 騎乘機車進入自行車道 那為維護市民的一個朋友的休憩安全 市警察局成立了水岸巡邏隊 警察局這六台電動機車 其實是新竹市警察之友會捐贈 警察局把他們安排到新竹左岸執勤 在清明廉假就已經開始試辦 不排廢棄又環保的電動機車 與新竹左岸的風光明媚也相當搭配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接獲我們警友會 捐贈了六部Gogoro電動機車 公園警在左岸執行巡邏請勿 同時兼顧道安與環保 那Gogoro為淺藍色系列 車身上印有新竹市警察局的字樣 民眾看到水藍色的Gogoro行走於左岸間 就知道有警察同仁在此守護市民的安全 那水岸巡邏隊遠景平時巡邏請勿以日間為主 著重於曆假日的人潮眾多的時段 該車隊在清明連續假期已經開始上路 數字來的勸導取締以大幅減少違規的情形 提醒民眾千萬不要騎乘機車進入自行車道 萬一被水岸巡邏隊抓到 可是要吃上600到1800元的罰款哦 違規進入自行車道則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來處600元至1800元以下的罰款 在此呼籲市民朋友享受美好休閒空間的同時 切勿違規進入自行車道 共同維護這條具有在地特色的自行車道 新竹市政府近年積極串連10公里的自行車綠狼 與17公里海岸線 東起牽甲空氣品質淨化區 柯子湖人工濕地 連結17公里海岸線 總長27公里綠色生態長廊的微笑水岸 也是成為民眾假日放風的好去處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